大家看一下这个杯子多美 一只小鹿耶 超美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Vicky 今天呢想要给大家做一个 Style Neda 3CE彩妆的购物分享 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在 Style Neda官方网站上面买东西了 不过它这2016年秋冬出的这一系列 我看到真的 就是被秒杀掉 所以我就在网上下载了一些东西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买了什么吧 OK先暂停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下巴长痘痘嘛 然后我最近呢就这里长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痘痘 然后我就用了新的这个小鹦之药的这个药膏 涂了之后呢 反正就是那个痘痘周围 就是大面积的脱皮 整个就是残不忍睹 我都不怎么化妆 然后我也就是不敢给大家录视频 不过今天呢我就觉得 我真的实在是太久没有录了 今天一定给大家录一个 你们就稍微忍耐一下 你们就忽略它吧 看不到这里 看不到 光解无暇的 不要理它 我相信大家可能多的时候都有听过 Style Neda这个牌子吧 就是一个非常韩系的一个品牌 然后它品牌自己旗下 也有一个彩妆line叫3CE嘛 而且它那几个模特也都是你一定见过的 就不管在哪里 你一定见过那几个模特的脸的 然后它这个网站呢 就是全球很多个国家都可以寄送的 然后买200呢 就是免费的shipping 然后我这次好像就是没买到200 我当时忘记很着急的下单 还买了100多块钱 然后下单的时候好像收了10块钱的运费 然后它的这个运费 就算你给运费 它都是很值得的 因为每次我买东西 它可能比如说第一个包裹 运不起所有的东西 它可能会分两个单 或者三个单给你寄过来 然后就不会收你extra charge 就10块钱你就搞定了 然后邮寄的速度呢也是很快 然后我看了一下美国台湾 日本啊加拿大 马来西亚等很多地方 它都是可以邮寄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看不懂韩文的话 你好像也可以选择中文和英文 然后我记得之前我在中国买的时候呢 好像也可以使用支付宝来付款 然后你在国外的话呢 用paypal或者用信用卡就可以了 好它的网站啊 然后视频我们刷完之后来看一下我这次买了什么东西 这次呢我就入了两支唇膏 一个眼影 一根眼线笔 然后还有三个颜色的指甲油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包装 它今年这个包装的颜色 整个系列都是这样 枣红色啊脏橘色 因为它原来的包装就是黑色或者粉色系的嘛 然后这一次这个新的系列真的就是包装很美 然后像它唇膏这样也是这样磨砂压光的一个质地 反正就是摸起来 嗯都很舒服 它一共出了三个眼影色盘 我买的呢就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看的一个脏橘色吧 的一个眼影盘 三个颜色的质地非常显色 对于化妆的新手来讲是很容易上手的 最左边的这个浅色就可以打全眼 然后中间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在眼尾加深有一点红棕色的感觉 然后前面有一个这样的土黄色吧 我就是给阿上在上眼皮前reference之一的部分 然后你再用一把大的眼影把整个妆blend在一起 马上就可以营造出秋冬的那个感觉 它还有一个带闪粉的红棕色 然后还有一个 为这一块相当于是有点红橘脏橘色嘛 另外一个是偏棕色一点的 然后再说一下它这个眼影笔吧 它眼影笔有两个颜色 我买的这个呢叫hug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早红色 我就把它运在整个内眼线 包括下眼线 它的另外一头就是那种smudging的那种 sponge 就像海绵一样 然后你可以把它涂在眼睛上了之后 再拿它稍微轻轻的这样运开 因为你把靠近你眼睛的这个waterline 涂成这种早红色之后呢 你眼睛散发出那种秋冬柔和红色的那种感觉 然后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呢 像我因为我是喜欢年假睫毛嘛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Christina的假睫毛 我之前的化妆教程里面经常出现这一款 然后这款Christina的假睫毛呢 跟另外一个red cherry的都是我很喜欢的 在amalon上就可以买的 就真的十块钱的价格买好几副 大家真的可以买来试试 因为像这种眼妆想突出它那种红橘色的温柔感 所以我就不会画那种特别粗的黑色眼线 然后加那个wing之类的 我就会在黏了假睫毛之后 需要填的缝隙的地方稍微再上一点黑色 然后这里用到的呢 是Kat Von D的那个tattoo eyeliner 很显色 然后不会脱妆 waterproof 我很爱 然后下眼线呢 我就是相当于在眼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这个地方 就是相当于从你眼尾画的瞳孔这个地方 可以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大一点 就是往外更延伸一点 好 然后用这个画的眼妆呢 就是这样 好 这里忘记说了 当然我还刷了睫毛膏 然后这样一个三色拼的眼影 盘彩22美金 然后这个眼线笔是16美金 然后就是这两只唇膏 脏橘色 今年就不用我说了吧 其实我去Sephora试过那个 smashbox那个outlaw 就是那个很出名的脏橘色 我涂上不知道为什么 就真的是很脏的感觉 可能因为我皮肤算是黄底吧 那个唇膏涂上之后 真的就显得我气色没那么好 而且让我显得真的很脏 也可能是当时我试的时候 就是把嘴巴擦得太花了 看起来没有那么干净 我可以去再试一试 不过它的这一只116 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好看的一个脏橘色 然后如果它厚涂的话呢 橘色感就稍微比较重一点 是一个很好看的复古 然后很温暖的一个橘色 它不是最近特别流行那种很雾面的 也不是特别的亮 就是很中间的一个质感 然后我最近喜欢涂呢 就是先在嘴巴上上一层护唇膏 然后再在上面搏擦这个颜色 擦出来就是有那种淡淡的橘色的感觉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妆效 然后它这个系列另外还有四只唇膏 是114,115,116,117嘛 我买的是116 117就是很深红的那种姨妈色 我有类似的颜色就没有买 然后另外两个呢就是有点偏裸色 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116 所以我只买了这一支 然后另外它单独还有一个909 当时我在它的网站上看到它照片上显出的那个颜色呢 就是很美 怎么形容呢 就是有一点带姜果的姨妈红 但是又不是那么深 但我很喜欢薄涂这样的擦发 擦出来真的就是让你觉得 就是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看 很有气色的自然唇色 很日常的一个颜色 唇膏的价格呢是19美金 就跟Cat Von D类似的一个价格 然后像这个唇膏我觉得它自己本身的包装设计什么的都挺有质感的 所以我就推荐这两支给大家 好 然后最后呢就这三个指甲油 它这一期出的全是这种秋冬的橘色 棕红色还酒红色真的都很好看 另外两个呢是比较偏裸粉一点的 我喜欢温柔颜色指甲油的妹子呢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我就买了05 06 07 三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显手白 刚才我问老公他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他是最喜欢浅的这个 然后在我这一只手上呢应该是这一只图的是那个南瓜色 我自己是最爱这个 就是中间这个大红里面稍微带一点橘 最后还有两个呢就是我在他们家网站上顺便选了两个耳环 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星星的 我觉得它就是特别的可爱很大 它的网站上有很多好看的首饰 而且都很便宜这个好像10块钱左右吧 然后另外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的耳钉这个地方是星星 然后下面是两个圆圈这样 包裹运来之后呢我都一直有在带这个耳钉 它虽然是这样吊着的 它自己并没有很重 就不会把你耳朵扯得很难受那种 而且它这个长度是可以自己调节的 你可以稍微把它放长一点 就让它的这个星星掉在下面一点也很好看 它自己本身比较大嘛 所以这样带在就是你的脸旁边就可以显脸小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上面都写的是handmade 然后像这种价钱的耳钉 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多买几个也不会心疼 然后也就是带着玩嘛 就可以买几个这种比较夸张造型的 平时你搭配的时候就可以用得上 好了以上就是我想要给大家做的这个购物分享 我会把这个网站的链接都放在下面 然后买的每一个东西的链接我也都会放在下面 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最近呢我也想在筹备做50 facts about me的这样一个视频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我的问题 请你麻烦在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留言在我的instagram或者微博下面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我已经从天亮录到了天黑 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我要去吃饭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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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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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